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丽巡1982年12月26日出生于东京都小平市 一个演艺气息浓郁的家庭 爸爸是歌剧表演的舞台总监 妈妈则是古典芭蕾舞教师 她似乎从小就与演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学六年级开始加入儿童剧团 做一名临时的儿童演员 小丽巡年仅13岁就出演大和剧 《八代将军集宗》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没有一句台词 只有零丁几个镜头的龙号 三年后她在麻辣教师GTO中 饰演被一名女同学欺凌的青涩少年 从此踏入娱乐圈 正式开启了演艺生涯 直到2005年 小丽巡出演大热电视剧《花样男子》 饰演气质纯净 眼神忧郁的财团公子花泽泪 电视剧播出后引发收视狂潮 23岁的小丽巡凭借出色的外貌和演技 一跃成为日本炙手可热的顶级男明星 2007年 小丽巡连续拍了五部电影 其中转型之作《热血高效》 引发热烈关注 在此之前 小丽巡一直演听话懂事高中生人设 可是《热血高效》里 小丽巡所扮演的不良少年 古龙原智需要经常打架 这和他以往的形象完全不符 周围人都不太看好 加上他本身向来走 Love at Peace路线 这让小丽巡倍感压力 但他仍然做足功课 甚至模仿他高中时 所崇拜的学长走路的样子 努力塑造出完美的人物形象 这部电影上映后 狂卖25亿日元的票房 影片中 小丽巡以灵力的眼神 完美地复刻出了原著中的动漫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受这次转型 极为成功的影响 小丽巡从此走上了 百遍多样的演绎之路 之后在杏长协奏曲里 草根气息浓郁的枝田杏长 东京Dogs里一脸严肃的刑警先生 无见双龙里挣扎在善恶之间的 黑帮头目断眼龙哉 富贵男与贫穷女里 高冷毒蛇的技术宅日向彻 《银魂》里平时懒散无拘束 不时说出肮脏猥亵的话 但其实是个拥有武士魂的男人 板田银石 风格迥异的各个角色 被他演绎得有鲜有肉 特别是他演完《银魂》以后 小丽巡已经被成功银魂化 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画风也越来越有毒 采访中的疯狂吐槽 发布会上的雨刷气势的挥手 更让人忍俊不禁 小丽巡私底下人缘好 每次出去喝酒 都是呼朋唤友谊大帮人 而他的朋友们 个个都是男神级别 跟松本润 是从第一次合作时的 互相看不顺眼 到第二次合作时的 无话不谈 跟山田孝之 是在电影里打出来的革命友谊 跟山田斗争 是在戏里甜蜜的一稳定情 跟成功宽贵 是戏里的夫妻情深 基本上都是拍戏时候的男搭档 大家没事一起吃饭喝酒 一来二去就成了兄弟 因为这个圈子太有名气 被大家称呼为小丽慧 相比于兴兴业业 不忘初心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在爱情道路上的小丽巡 可以说是放浪心海 早期日本女性杂志 就曝光过小丽巡 在聚会中 公然自封是日本艺能界的舞姿 她曾与前早安少女组成员 失口真理交往过 和友与身为模特的 田中美宝交往 但这两段都不长 直至2008年 与合作过贫穷男子的名模 山田幽曝光恋情 山田幽拥有出众的面孔 和高挑的身材 是知名杂志首席名模 名气虽然不能与小丽巡 相提并论 但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本来有美人相伴 应该知足了 可是小丽巡 在与山田幽交往期间 却经常出去沾花惹草 小丽巡 跟其他年轻女性爱美 正盘女友山田幽知道后 似乎司空见惯 在博客上哀叹 人生难免有高低潮 不可能事事顺遂 不过她表面看似大度 实际两人因此事差点分手 最后还是小丽巡下跪认错 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之后的小丽巡并没有收敛 而是越来越肆无忌惮 山田幽在她钱包 多次发现出去开房的证据 被发现的小丽巡 也只是敷衍搪塞 无意改过 2012年不被看好的两人 还是步入婚姻礼堂 婚后的小丽巡 依然不改花心的本性 到处留情 不仅与广莫两子 十元梨美等女星 评传绯闻 更传出与黑木明沙 双双出轨 让人大跌眼镜 小丽巡的荒唐行进 虽然引起日本民众的厌恶与讨伐 山田幽却一直保持沉默 不只是她爱得卑微 还是她考虑到经济因素 不想放弃现在优越的生活 对小丽巡的所作所为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小丽巡的风流诚信 外界都认为 这对夫妻离婚是迟早的事 甚至自他俩结婚以来 每年都会传一次离婚 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自从2014年 长女诞生后 小丽巡竟然变成女儿奴 不仅修身养性 还十分顾家 照顾妻子哄孩子 换尿布的事 更是成为了家常便饭 2016年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 小丽巡更是轻车熟路 家庭事业安排得明明白白 昔日的花花公子 在小情人的约束下 终于回归正轨 她跟山田幽的感情 也自然进一步升温 山田幽接受采访时表示 要生足五个 而近两人的第三胎 已在美国洛杉矶平安诞生 至于为什么要在洛杉矶待产呢 因为为了圆小丽巡自己 十年前就想去好莱坞的梦 2019年 小丽巡决定全家移民美国 一家四口到洛杉矶生活 小丽巡早就想在海外 学习一流的演技 而她也确实收到了邀约 定当于今年3月26日的 《哥斯拉大战金刚》 就是她的好莱坞首秀 能够参演好莱坞电影 是对她名气的一种肯定 相信以后小丽巡发展会越来越好 经历了长久的折服期 经历了爆红全盛期 也经历了人不风流 往少年的荒唐岁月 现在的小丽巡 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更加从容自信 也更加乐观开朗 没有人的成功是偶然的 那些毫不费力的成功 都是拼尽了权力换来的 她曾在节目里说 被周围人热烈地追捧 自己会很骄傲 但逐渐会变成一位 态度非常蛮横的 讨厌的家伙 一旦这样的话 作为演员也就完了 也许就是身在高位 去能够不断地反省自己 鞭策自己 修正自己 踏实前行 关注更新更新 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